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秒星人王俊凯 今天本期的关键词是 其实走秀跟表演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就是因为唱歌跳舞它是一个具有表演性式的一个 但是走秀呢 它是就是在台上你过去就过来 它是一种模特的走步 走台北 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次来米兰的话应该有点 第一次来米兰感觉就是 这边是日落挺晚的 日出也挺早的 太晚太早了 会不会有睡不够的感觉 会有一点 反正你就是这次来除了工作之外 会一会去玩一下 吃一下 去了一个下午茶叫做Martini的一个餐厅 吃到了甜品 提拉米酥还有冰淇淋 还有一个西西里的一个小吃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特别好吃 那你能吃到意大利给你搅 你有没有意大利面吗 吃过 就是酒店都会 搅到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你觉得意大利面跟自己做到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 就是他这边他这边比较糊 然后自己做的呢就比较 没有那么丑一点 对 你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还是他们的好吃 都不好吃 其实来米兰的话也算是一次别旅行吗 算是也算是一次别旅行吧 如果是有机会再去旅行的话 还想去那些地方吗 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吗 最想去的地方 最想去的地方 很多 欧洲就想去冰岛 就很漂亮那边的东西 考试完的时候跟自己的武器 都越来越困难对吧 你不知道这心情怎么样 其实我也有偷偷的关注呢 你知道吗 啊谢谢谢谢谢谢 这心情就是很激动 而且兴奋 有没有给你讲一些鼓励的话 有有有有 那就是鼓励嘛 就是正常的鼓励 那你觉得就是 好好对你来说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学研 其实大家都会经历的一次考试嘛 就是从就是被保护的一个学校 到也不如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了 那考完最后一科的时候 自己是一种什么的心情吗 就比较放松 因为四科 嗯考完下来就是感觉就是 两个都越 不会买的味道 就感觉一下就 嗯复出了 你高考完之后做低点事有什么 回教室啊 嗯 必须回教室嘛 要要听老师讲一些 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杨阳跟天姐有没有帮你庆祝一下 有 有 大家在公寓吃顿饭 那你对自己有大学的生活有没有很期待吗 大学生活就主要想 呃 期待一下 就是要 我现在都不知道大学就是要干嘛 听说是 呃表演戏要出成功 所以挺早的 应该会很 很累 就是因为我最起比较早 接下来在这里有没有一些 就是特别想做的事情 或者心动表 嗯 嗯 接下来就主要就是想 呃 学点东西嘛 嗯 唱歌啊或者 就主要是为了45年 准备一些唱歌跳舞这些东西 你觉得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吗 新的 会吧 那大家期待就好啊 因为刚好嘛 首先也就是等到很久时间才出来 然后想这么多说一下吧 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注意身体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身体就是 枪标中暑啊这方面一些生病 对 Ready go 真心话大挑战秒答 开始 你会在微博里看自己粉丝拍的照片吗 会 一考的证件照为什么会用粉丝拍的图呢 没时间去拍了 朋友圈里面谁最爱点赞 我吗 后面有小晚上 你觉得自己在高能少年团里是什么担当呢 就是照顾担当 被别人照顾 我们两个一起跳 我不敢跳 真的不敢跳 不热血不少年好吧 高考结束后你还想做但没有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睡一天觉 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女生怎么办 就享受 你想练兄姨跟副姨吗 不想练太累了 18岁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 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旅行吧 因为我不会特别去想这些东西 我不会去特别想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到那个点之后 就特别想这些东西 我可以 但是你知道我突然想一件我就 因为我从来不会想这些东西 蓝天白云 天白云 不问她 小时候老师教过画树 一辈子都只能画这一种树 我给她展示一下 这辈子只可以画这样的树 好了 画一个小人吧 忘了 三小时候 这辈子只能画一种树 我画我画苹果 为什么穿这个会很乖 因为任何人穿这个都很乖 应该没有人会穿这样的衣服上去 所以这个画就是小偷最拿手的一画是吧 不是我乱画的 这个树是最拿手的 得到 对 和有蜜蜜蜜干 这是来个小偷 还不讲话 我主席 我没有想不讲话 我先不讲话 我先是在带两个月 我瞧有蜜蜜的